噢,已經過了,你真不知道! 軍用機械人狂派以領袖麥加登為首,率領手下霸佔斯比頓星 民用機械人博派由領袖柯帕文率中反抗 由斯比頓打到地球,就這樣打了35年 變形金剛玩具其實是美日合作的企劃 80年代初,孩之寶和Takara合作 從Diracom和微星小超人的變形玩具中選擇部分產品 以變形金剛的名號推出玩具 Takara就負責玩具開發和設計 孩之寶就負責美國的市場推廣 1984年的5月,變形金剛玩具正式推出 它的漫畫和動畫也都緊接推出 當時的動畫還有很多經典的角色 那其實變形金剛有什麼這麼吸引呢? 看電視,卡通片,覺得故事好看 但男生最喜歡的是機械人和車和飛機 這套卡通片就什麼都齊了 就是這樣開始有整班同學一起玩 有玩具,就開始迷上了 80年代變形金剛推出了多輯動畫 先在美國播映的有98集和一套電影 之後日本製作和播映的動畫有三輯 這些變形金剛動畫和玩具 是最為家傳戶曉的 後來被稱為G1 她的玩具之後亦都多次伏黑推出 第一隻變形金剛玩具就是Apartment 最舊的版本 那時候我不記得,可能是考試高分 媽媽獎勵我買玩具 我就在百庫公司選了Apartment 當年就不難買的 貴不貴,還有價錢放在這裏 貴之寶推出了名為G2的變形金剛玩具 其實只是將G1的玩具改良推出 而真正開發的新玩具只有幾款 其中坦克車的麥加登就是其中之一 G2的動畫也只是將G1的美版動畫 經過輯錄和加工播出 只有片頭是用了新的CG去做 最後G2在三年之內就受終正枕了 2000年日本製作了全新的 變形金剛Carobots的動畫玩具 這次的主角是變形成為消防車的火焰Apartment 而敵隊的暗黑Apartment也是首次出現 令之後Apartment的玩具出現了黑色的版本 正式組變形金剛玩具 就要讀書出來工作 去到2000年的時候 就有一套新的變形金剛的動畫 裡面的機器人設定又很精彩 帶起我這一代的人一起去玩變形金剛 因為已經開始出來工作 自己有錢就開始存債 慢慢一路存債 變形金剛開始興起的時候 廠方又開始將舊版玩具 G1的玩具開始出復刻版 這就是正正開始存債的時刻 因為買回童年回憶 買回舊版本 於是便開始存債 在那時候 總之能力負擔得起便存債 四五年左右 我想四五年左右 開始存債 多到房子不太擺放 於是便開始密室找個地方租倉 放一些收藏 開始便不理智 不理了 什麼版本 總之看到正確的便買 又有新版本 好便存債 便開始不同版本都存債 所以買了三盒巨大的福特回來 就是為了儲存一隻完整齊件的福特 但是後來他在日本看到一盒完整齊件的 他又再買回來 嘩 真是好瘋 2003年 Takara 推出Masterpiece 系列的玩具 是用現代的玩具技術 將智溫的角色重新設計推出 是目前為止最精巧的變形金剛玩具 現在已經出了約五十個角色 還在推出 其實說到變形 我最喜歡的是MP1 以前的技術是做不到機械人和車的模式 都可以還原卡通片設定的感覺 這隻可以完全做得到 之餘 還有男生更喜歡超合金 好 聚首 有這個我們叫薄派心臟之外 它變形後 車頭前面那兩個輪子 是藏在胸口裡面見不到 舊版玩具是做不到的 那兩個輪子一定是外露的 2007年真人版電影變形金剛上映 電影票房超越7億美元 至2018年為止 總共推出了六集電影 開創了全新的電影世界設定 第一套電影出的時候 給粉絲的感覺很震撼 人物性格故事內容都出來了 那時候熱潮都很重要 而當時第一套電影版的時候 都已經出過幾個版本的可拍文 你見到這裏其實三隻 雖然一躍都是這樣的顏色 差不多一樣 但細節位很多都不同 例如我手握這隻 可以跟另一套電影 跟天火合體的 這個版本又跟旁邊的兩個不同 另外我手握這隻 黑色這隻 是一個日本的特別版 不是普通街買得到的 因為電影的玩具大修往常 亦都令到更加多人重新關注 G1的玩具 復刻版的可拍文 其實已經出過很多版本 我現在手握這盒 沒有記錯 應該是第二次的復刻版本 而這麼多的復刻版本之中 這個應該是唯一一個 加料的復刻版 它加料的地方 除了復刻G1的可拍文之外 還有你見到很大塊的 Mouse Pad 有Micro Master 可拍文 還有頸鏈 有駁拍心臟 這個駁拍心臟 可以放在G1的車頭裡面 另外它又多了一把槍 因為以前的阿帕文的玩具 都出過不同版本 有不同的槍 它跟著兩把不同的槍 還有它胸口的玻璃 是藍色的 之後復刻版 都沒有再出藍色玻璃 都是出茶色玻璃 Patrick 還展示了其他珍藏 給我們看 例如變形金銀的動畫DVD 另外還有Karvik系列的阿帕文特別版 一個是彩透版 另一個是首次出現的紫色阿帕文 還有這個就是斯比頓星機械人 原來主要是為了包裝盒背後的一幅畫而買 由最初代G1的阿帕文開始 到這個斯比頓星出的時候 所有博派的領袖在一張圖裡 究竟變形金剛的玩具有什麼吸引呢 變形金剛其實有一個最吸引的地方 是它的設計 如果說回舊玩具的設計很簡單 簡單得來實在不難玩的 而新款的玩具就是它的設計精密得來又不會太複雜 最開心的時候就是買一件新玩具回來 拆盒不看說明書便可以變 一隻很簡單的玩具 一頓飯都變不完 變一個小時才變得到 最開心的時候 變完之後有一個成功感 很好玩 今年是變形金剛35週年 鞋子堡也推出了幾款35週年版的玩具 用了圍城系列 配上2D的動畫式圖裝 有阿帕文、密加登、音波和藍匹力 如果你想重拾變形樂趣的話 不妨就由這個系列重新開始了 大家都知道上市的公司都越來越多是中資 我服務的大部分都是大陸人 老實說 但是經濟和人權是不應該扯上關係 你沒理由為了錢 為五豆米而折腰 我是金融人 我是香港人